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呢 我来到这个柿子园这边摘柿子 你看这个柿子火红火红的真漂亮啊 这个呢摘下来都可以直接吃啊 这个已经都熟得很软了 掰开来看一下 尝一个 你看 这个果肉非常的 糖分非常的多啊 蜜蜂都招来了 嗯 好香好甜啊这个 好了 准备开动了 小七 快点 别吃了 快点 开工了 看看里面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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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多 哇 这里 你看这个 看看这一只 一只 这里下来 一二三四五 就这么一只 就五个了 这里有一个很很红的 你看 看这个 多漂亮啊 这个呢 摘下来马上就可以吃了 像这种 非常的 呃 非常的红啊 这个 摘下来马上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好看 也是软了 这个 糖分非常的多啊 而且里面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盒 没有果盒 你看蜜蜂都过来了 蜜蜂你别 别听我啊 嗯 蜜蜂很调皮啊 嗯 蜜蜂很调皮啊 这个 非常的甜 非常的香 你看这个 多大啊 这个果肉非常的饱满 这两个很大的 但是在很高那边 我 用这个篮子 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搞出来 哎呀 这个挺好用 你看 这个大不大 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不好弄啊 这个不好弄啊 哇 这个好大 你看 这两个多大啊 这边摘柿子呢 都是 熟的就摘 生的话就 先留在上面 长的熟一点再摘的 都是分批摘的 哇 这里 太多了 哇 这里 太多了 慢点啊 那里面还有很多大的 哇 里面更大 我看到了 哇 小心 我看到似乎半了 哇 你看这些 非常的大啊 哇 太激动了 太好 太漂亮了 这个 蜜蜂都来了 大家看 这个柿子漂亮 红红火火的 太漂亮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摘这么多吧 够了吧 够了够了 好 等一下我们带大家出去看一下 这个柿子是怎么样 制作成那个柿子饼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六的呢 搜索关注 小六高业 再见 再见 再见